好,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8号,星期日 今天跟大家聊天 是从这个成都吃火锅开始的 所以这个标题就叫DCEP吃火锅 吃火锅是个代词 代表目前在成都正在进行的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活动 昨天应该从各方面看到的新闻报道 成都这次向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 额度是四千万,是二十万个 但是他跟苏州啊,深圳呢,是不一样 略微有点不一样啊 就是在红包的金额上 我说深圳啊,苏州啊,是吧 一个红包两百块啊 北京也是一个红包两百块 那么成都把它调整两个档次啊 加起来也是四百块啊 就是一个低于两百块,高于两百块啊 你拿着哪个算哪个啊 有点小小的创新 但更重要的是呢 看到成都在测试的时候啊 是六大银行 齐上证啊 呃,这时候我们经常讲什么四大六大啊 一定要把这银行的名字要说准确说全了啊 四大银行就是工农中建啊 六大呢就加上了油储行和交通行啊 工农中建 工商银行啊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啊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不过也没法方便 工商银行的英文缩写叫ICBC啊 老百姓就爱存不存啊 对吧 那个农业银行 英文作业是ABC啊 好像是 也是叫爱不存呢 什么这本啊 这个是方便英文记忆的 没关系 这是因为这四大 为什么叫四大的 是我们是因为是央行的亲儿子嘛啊 我们国家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仅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 然后从里面分出来的第一分出来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接着中国银行 但其实这个中国银行是由民国时期的叫中央银行啊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前身在民国时期叫中央银行 也就是民国政府的央行的一般班族改底了啊 一般底改组的 中国银行当时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的金融结算业务啊 建设银行呢 就是我们国家啊 搞建设 地处建设啊 就建筑业啊 主要是用它来解散 当时我们国家刚刚从计划经济摆脱出来啊 都是条条块块的啊 分得很清楚啊 每家银行的业务范围都制定的很详细啊 农业银行顾名思义 就针对农业农村啊 农民服务的 是吧 我们到现在啊 再不要 我去年还有人问 四大银行是哪四大 呃 希望以后不要问这么小白的问题啊 就是工业 不是叫工业 工商银行啊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 那么他现在的业务范围啊 互相之间没有区别的啊 互相之间已经打破这个限制了 老早了几十年了啊 是名字 名称上的区别而已啊 名称上的区别 业务范围都一样啊 都能 以前你说 买个美元啊 只能去中国银行 那外国人去兑换啊 只能到中国 现在都可以了啊 都可以了啊 商业化运营了啊 油储银行是由我们原来 我们知道有很多地方没有银行 但都是有邮政的啊 邮政那个里面有个就是汇款业务啊 由他慢慢的发展 组建一个全国新的叫邮政储蓄银行啊 这个是个新的银行 但他也是啊 国家是央企啊 国有的 交通银行的历史也很早 交通银行也是民国时期 招商局作为大股东啊 后来他股份制了啊 股份比较分散 但也是国有背景的啊 成都为什么叫着吃火锅呢啊 就是成都这次啊 六大银行牵头啊 跟成都市区内啊 跟老百姓日常生活 紧密联系的企业啊 跟他们协商合作啊 推广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啊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都很多有名的火锅店 都摆了这个码啊 你这边给老百姓发了红包 那边要保证老百姓能花出去啊 那所以为了引导市场的消费行为啊 就跟这些经常衣食住行 密切相关的民生企业啊 跟他们由银行牵头啊 跟他们铺垫推广了央行数字人民币 因为我们的会员里面啊 很多就是在成都的 呃 虽然说我们讲 你不要为了两百块钱就去注册啊 错过了将来注册我们国际钱包的机会 但是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去注册呀 一方面这是国家给你发的钱啊 不不要白不要不减白不减啊 拿不拿得着 看运气看手气啊 但是不拿是不对的 另一方面呢 毕竟啊 我们身处其中啊 呃 总得了解一下 他的真实情况是吧 就说要有个体验一下啊 你让你的家人朋友去体验 你在旁边观察 观察的时候也思考一些问题 这样你是不是就对他了解的更深入点呢 我说带着问题去体验啊 哪两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 你领了央行发的这个数字人民币钱包 你从使用开始啊 怎么去下载的钱包的 这个钱包是谁家的啊 操作是否顺畅 使用感觉如何啊 客户体验如何 就钱包的使用如何 然后是花的过程中 你感觉好不好花出去 哎 拿着钱是不是随 你看我们现在只要出去花钱的地方 都有一个扫二维码的 但是他 最多的就是 要么支付宝 要么微信啊 甚至微信的覆盖率更广一点啊 我们这个城市呢 有些场所现在又多了一个码 叫聚合码 它是一个码上面可以扫微信 也可以扫支付码 一查居然这个码是由油储行推出来的啊 属聚合支付啊 新概念聚合支付 一个码既可以去扫微信 也可以扫支付宝 那他能不能扫央行数字货币呢 啊 是不是也留意一下啊 你老百姓 他只会用 让自己感觉很爽的产品 是吧 好用 方便 想用就可以用出去了 哎 咱用呢 啊 就是带着问题思考 央行数字货币究竟能不能被市场接受啊 我想我们的设计部门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他也是最担心这个问题 我辛辛苦苦啊 鼓倒了这么多年啊 少说也有六七年了啊 这么从开始喊事点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啊 究竟啊 能不能在市场落地啊 能不能被市场接受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同志们啊 不要想当然的 以为啊 天朝的数字货币不用推广 我告诉你 只要他跟纸币长期并存 他必然要推广 而且要大力推广 为什么大力推广 他里面有国家利益诉求在里面啊 你说以前云闪富是银联 开发的啊 也就是各大商业银行 他有自己的动力去推啊 他的利益诉求在银行里面啊 他想做个自己的移动支付系统 跟微信支付宝这些私人的机构抗衡 结果啊 如何 是不是 现在 市场反应很平淡啊 并没有 占据 我估计市场份额2%有没有 我们都表示怀疑 而且他是促销力度很大的 也是推广 有反应的 都推成这样 但是他这是商业银行的利益 然而 DCEP我告诉你 他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啊 国家推出数字人民币 是国家利益啊 对外是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对内啊 就简单的讲的四个叫以链治国啊 用区块链 治理国家 具体在 金融方面 怎么去治理呢 第一啊 堵塞灰塞收入的漏洞 就是反恐 融资 反洗钱 反偷税 啊 试图用一个可溯源的 这么个数字技术的货币啊 来代替目前大家用的这种银行账户间的 这种解算体系啊 他是为了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 但是他又不能一夜之间啊 就把大家都用习惯的就换掉啊 在一个也不能太大的触动目前的金融体系 是吧 你原理上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啊 他可以直接对老百姓 可以绕开商业银行 那么商业银行 他要么转型 要么就淘汰 这是不是动静就太大了 所以我们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是双层运行 他没有转开银行 而且把银行作为第二层啊 由央行发行 流通这层面啊 由商业银行针对老百姓和各商业机构 央行不直接针对老百姓 那么这种运行体制 能否被市场接受啊 我们要操领导的心 你才能跟领导想在一块 才能你要操国家的心啊 跟国家想在一块 你才能在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拿到你想拿的红利不是吗 说啊 大家在体验啊 在成都的朋友们你们用央行数字货币去吃火锅的时候 你是一个消费者啊 体验一下带着问题去体验一下 那么还有一方面的 是吧 很重要的 就是那些商户 你作为花钱的人 还有个用钱的人呢 商户比方一个火锅店啊 你看那个银行来啊 热情主动的 没准还给我来小礼物 让我摆个码 这个可以收银 央行数字货币了 这国家发行的 有法定 法常性的啊 他法律地位都比微信支付不高 牢靠 哎 可溯源 碰一碰啊 没王爷能用 说了这么多好话 最根本的商家会考虑 这个能够带来多大好处 是不是 老板姓也很简单嘛 你这次是白给我的 我很高兴啊 给完了还给不给 肯定不给了 不给了我还用不用 想想啊 不给了 不给了 大家还用 那才叫好产品 给了就用 不给就不用 那绝对就完蛋了 是不是 人会有逆反心理的 因为你是给我发了200块红包 我去用 哎 我肯定说你好好好 伟大伟大 结果第二次没有了 我还不如用微信支付宝呢 是不是 这就麻烦了 你必须要体验你的 你体现出你的优越性 没有比较优势 你说啊 无法也能付 碰一碰也能 但这都是这种场景都是小概率的 现在但凡 我说像成都这种城市 你别说成都 像乌鲁木齐 跑到阿克苏 哪里还不能上个网了 你用个手机 基本上出门不用带钱了啊 哪里都有马的是吧 你来乡下 我们说新疆那乡下的小说民族卖个葡萄 语言都不通 他都告诉你 有个马 那个马 他是放心使用的 但你看那马是微信的 将来是否会放上一张 支持央行数字文币的马呢 或者说这个 微信这个马也能扫进去 央行数字文币呢 我觉得啊 大家就一边 体验啊 一边思考啊 思考从两个角度啊 作为个普通消费者啊 你 你已经亲手接触到这个BCP了啊 体验一下啊 琢磨一下 那么作为一个商家 你也琢磨一下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啊 除了成都啊 长沙 对吧 长沙 刚才我们转发了什么 长沙支持 DCEP的商家啊 三千多家 三千多家 对于长沙这样规模的城市 是不是太少太少了 是不是啊 你自己出门啊 随便挑一条街 你从头到尾 你数一数多少商家 那三千家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面 是不是九牛一毛啊 而且同时这个行为就叫推广呀 不过这个推广是由啊 各大商业银行在 集中在实施之中啊 公司那头 我们现在只知道呀 青岛呀 什么 江苏啊 各备的公司啊 也是银行出去 推广企业版的 数字人民币钱包 当然这个确实是在保密状态进行的 我们知道 他给企业 去推的时候 首先就要求企业签个保密协议 你这样子再回头想一下 我们国际钱包保密 这不太正常了吗 你国内的 国内的啊 商业银行啊 那光明正大的 合法的 去跟我们国家一个合法的企业 推我们 银行的 数字货币钱包 都要签保密协议 那何况呢 啊 何况 比较神秘的 银行国际版钱包 那必须更加保密 是不是 既然保密了 保密意味着什么 就不能乱说 就不能说 那说出去 别人一定要会你说 你胡说 所以你这时候再回头看看 华夏时报 说啊 小心诈骗 小心什么 这是没有的 不存在的 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我就这么理解的 因为这个事情保密 你别想吵吵 你吵吵吵 我就必须要告诉你啊 啊 他胡说 那假的啊 不要信啊 是不是啊 只有这样才能 做到保密的目的 而不是 真的就说这事是假的 啊 假作真是真一假 无畏有处 有还无嘛 啊 需要保密的东西 就不能说他有 有的人说他有了 必须要说他是假的 不存在的 这叫做啊 辟谣 以毒攻毒啊 以谣辟谣 啊 真相是如何 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好 因为这个 目前啊 市场啊 前段时间比较热啊 就是比特币 上了五万八 马斯克 有三天两头 今天喊个狗狗币 明天又去买个比特币 啊 目前呢 各国央行又在 推自己的 央行数字货币 所以老百姓的话题 就比较多 关于这方面 啊 那么作为 成都的市民 肯定啊 任何一个 普通老百姓 他接触到央行 数字货币 看到数字货币 他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 一方面联想到 哎 比特币 究竟是啥玩意儿啊 另一方面 他会说 这个跟微信支付宝 整不整 哎 是吧 就带着问题 去体验 去思考啊 那么比特币 啊 怎么样啊 我们要谈一下 这个市场啊 目前市场进入调整 是吧 而且剧烈的调整 大幅度的啊 还没完啊 没完 那么回想一下 一个星期前啊 市场高度火热 火爆的时候啊 是不是有个现象 叫鸡犬升天啊 鸡毛乱飞啊 是吧 现在很快就要一地鸡毛了啊 市场很惨烈啊 很惨烈 搞不好又要血流成河 呃 就是说呢 前段时间我们讲过啊 呃 在去年八月份 冒出来一个43天万倍币之后呢 结果这两天又被一些新的花样啊 刷新了这个记录啊 呃 就是想起来了啊 那个叫HBO啊 有人说它是三天一千倍啊 一万进去六百万出来了啊 然后呢 很多人就去寻找第二个 但是 我告诉你 昨天发生的什么事情啊 昨天发生两件事情啊 我说市场上的事啊 一个是 BAGS这个币啊 当天实现价格减半 从七百多美金啊 掉到三百多美金 用了不到十个小时 啊 在刚开始跌的时候 我们正好 有个我们自己的人啊 我们 会员啊 还在呢 兴高采烈的讲啊 这个币是当时空投的啊 空投的钱 都捞回本钱了啊 我 然后我就翻出这个币啊 看了一下 这币最低的是一百多美金 然后很快的涨到七百多美金啊 遍地就越了小白和韭菜 但是不断的受伤受伤再受伤啊 上刚上是三百多美金 掉到一百多美金的时候 这个人不断的买 就是这个币很神奇 你买了 他就给你空投另外一个币啊 空投的另外一个币也在火币上啊 这都在火币上 哎呀 值钱 加起来 白捡的钱已经抵了本金 本金又翻了三倍 很爽 结果这花银刚落 你看他就开始掉掉到七百多美金 掉到五百 四百 三百 我的天啊 就会掉到两百多啊 现在回到三百多啊 这一天啊 一日游啊 你想想如果你是在七百多就 为了捞他空投 你七百多美顺 你的心里是啥滋味啊啊 你是骂啊 李玲 骂谁都不管用啊 对不对 就市场行为 但是市场就不会害你吗 太害了啊 不要忘了这个市场是没有监管的 坏人遍地啊 还是我们昨天交过火币上了个新的币 叫什么 Mask啊 就叫Mask 90后一帮小破坏搞的啊 当天一美元开盘啊 两个 哎 不到几分钟就冲到三十美金啊 然后三十美金 没完就冲到六十美金啊 然后 很快的掉到三十 现在多少十几块啊 那你跑到火币上去买 买的时候你就套住啊 套住了你就舍不得割肉 是吧 不舍得割肉 他就继续借啊 套死你 是吧 这个币圈是很惨烈的啊 非常惨烈的 千万不能幼稚天真的 受到暴力的诱惑 然后去 赔钱又赔心情啊 昨天出了MBAGS当日减半 还有一个B呢 热门的啊 MDX 就MDX MDX是什么 是一个去中心的交易所 他是在火币生态链上 还是支持火币生态链的一个去中心的交易所 也就是说火币干出来的 对标UNISWAP的一个盘子 仿交易所 也不能叫它盘子 它是有技术的 日活跃用户甚至超过了UNISWAP 他这个币行三块多钱 上了火币之后啊 一路高歌猛进 找到十几块钱了 但是从十几块钱跌跌跌 现在到了三五块 跌到一半了 也是用了三五千 你说他差哪呢 哪都不差啊 他的潜力 确实具备挑战UNISWAP的实力啊 因为UNISWAP啊 是一个怪物 他 按照去年那种势头啊 就要颠覆掉火币OKBN 包括外国的什么Coinbase什么的啊 因为他代表了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龙头 一面旗帜 一面旗帜 是不是去 也不说是去年 2020年的时候 2020年啊 9月份10月份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这个DeFi的时候啊 DeFi叫 DeFi呢是英文缩写DEFI啊 它代表的去中心化金融啊 我们讲比特币啊 以太坊 它叫数字去中心化的货币啊 而DeFi呢就是去中心化的金融就它有应用了 我们在再早一些时候给老百姓讲区块链数字货币的时候 人家就会问这有什么用啊 对吧 这个问题很直白 你没用的别管充飞啊 没有用 现在还有人比特币什么用啊 当然有它的用处啊 那么去中心金融就更进一步了啊 你交易所目前的监管措施就是独两头啊 进去的时候 你要进行KPIC 进行客户的实密认证 出来的时候要查你这个钱的来源 所以最近还有 又有人的 一卖了币 然后卡就被冻着的啊 还有这样的事 又来问我啊 我就觉得很多人学习能力啊 实在是令人叹息啊 因为这个动卡的问题 我们讲了正式的讲了不下三次了 说啊 听说你你以前讲过我忘了 或者我记得你讲过啊 现在我的卡被动了 怎么整 很简单啊 卡动啊 反正你这个卡是哪个银行呢 你就跟你这个卡索策的银行联系啊 你说我的卡被冻结了 谁动的 银行是可以给你查到的 一般就是某某市 某某县的公安局啊 然后你再去找这个公安局的电话啊 你跟警官打电话 说话一定要客气 要有礼貌啊 一定一定要礼貌啊 否则的话 你是问不到什么的啊 你就要很无辜的问人家啊 我的卡为什么被冻结了 是什么原因 别人一定会说啊 你这个涉嫌洗钱啊 不管你洗不洗 反正你这个自清链上牵扯到了啊 我们讲过很多这种案例啊 一般来说啊 你如果是确实是无辜的啊 平均在两个星期之内 你就自然就解封了啊 你打不打电话都会解封的 特殊情况是啊 你收到的正好是别人洗来的钱 而且又是小地方的公安啊 比如说河南某县 哈哈 你就会把你的钱给你扣走啊 而且按照现行法律 你真的很难拿回来啊 人家扣你的钱 道理上说不过去 但是也没毛病 那么主要是怎么预防啊 啊 预防就是尽量不要在火币买卖啊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火币 我也感到很纳闷啊 为什么OK没有呢 可言可乐没有呢 对吧 第一不要在火币 第二不要直接卖优啊 你卖了以太坊 卖了比特币的钱 好像没有地方给冻结的 往往就是因为他卖了一笔USDT啊 的人民币 一到这 卡被动 也就是USDT是高发区啊 很多不法分子 就是用USDT来从事不法活动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买卖优啊 尤其是卖了优 出事的概率比较大 那就不要卖优啊 不要在火币 不要不要在火币啊 第一是尽量不要在火币 第二尽量不要卖优 又在火币又在优 又懒得换的地方怎么办 小搞一搞啊 一次不要超过两千五千的啊 你要一次卖三个比特币 我的天一百万了啊 不查你查谁啊啊 查的你还没话说 那把你要碰着和那某县子的警察啊 跟你谈一下四六分二八分啊 你是白白的啊 你的心理阴影啊 为了不造成你将来的心理阴影啊 今天再重复一遍 好自为之啊 多讲啊 火币的这两个 一个是当天价格减半的 还有七天减半的 都是跟火币最近自己很热门的 我们叫做火币链啊 HECO啊 也就是那火币自己开发的一个公链啊 我们经常讲币和链的关系 比方以太坊 它是运行在以太链上的啊 它是由微神开发的啊 运用很广 尤其是最火爆的DeFi 百分之六十的 都是在以太坊上运行的 所以以太坊才会从一百多美金 涨到两千多美金啊 那么 火币OK币安这些交易所 它会闲着等着被颠覆吗 没有的啊 任何人都不会等死的啊 除了我们某些人啊 会主动找死 比方说那些猪罪友 对吧 有些人啊 就在一种等死的状态 整天就会问开不开 何时开 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 你就不知道珍惜每一天啊 过好自己的生活吗 统称为这都属于等死和找死的行为啊 我们去年讲到去中心的金融 对传统的啊 我们说这个传统还是在区块链金融里面的传统的 就是火币必安 OK 中国是这啊 他在世界也排的前三啊 那么对所有的去中心的啊 中心化的交易所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UNISWAP他的日成交额都已经超过了美国最大的 就现在正在上市的Coinbase这个交易所了 很可怕 那么你说这些传统的交易所就会坐以待币吗 当然不会 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说上个月的行情啊 虽然我们错过了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平台币行平啊 就是这交易所的平台币啊 都涨了十来倍 比方说币安的BNB啊 火币的火腿币啊 四块钱涨了二十多块钱 那五倍了是吧 很短的时间 为什么啊 就因为啊 你这个UNISWAP不就是个运行那个什么AMM自动做时商程序吗 啊 自己设计数学模型呼一帮人在那玩啊 炮制了流动性挖矿的概念啊 而且有很多财富奇迹 比方说那个四十天三千万倍币啊 讲讲故事啊 吸引人去在里面流动性挖矿了 那我也可以搞啊 火币对火币来说 他完全可以搞啊 对吧 我们说所有的生意 第一有没有窍门 第二有没有门槛 窍门 讲出来了门槛 门槛就是流量吗 你这时候大家再回想一下 我们的钱包 是不是两个口号 第一叫去中心化的 钱包 第二 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 消息平台 我们的钱包里面的智能狗 我们告诉你智能狗是搬砖的啊 智能搬砖 每天有收益啊 你开心智能狗 收益天天有啊 收益随时可变现啊 可以变现主流币啊 然后为什么白给你这个钱 就是为了让你成立为他的忠实粉丝 然后他粉丝流量的基础上 我们要搞自己的交易所 是不是这套逻辑啊 我们交易所的核心 是流量啊 所有互联网商业的核心的核心 是流量 流量为王 那么流量在谁手里 我们 引起为傲的 我们能够啊 有底气的 我们能够被国家看上 能够被人发现有利用价值的 不正是我们有这个庞大的流量基础吗 那么好了啊 面对着去中心金融的挑战 面对着像UNI-Swap这样诞生 不足一年啊 就撼动整个行业的挑战 那么你说 作为流量大货 火币 OK 币安 Compase这些交易所 他们是作业代币吗 他难道不会发挥自己的流量优势 搞点花样 对吧 你有这个新玩法 我看看你怎么玩的 我也来呀 是不是 那这位思路基础上 火币啊 币安啊 分别推出自己的去中心化的板块 你们现在打开火币交易所 可以看到一个HECO生态 HECO就是火币开发的自己的链 币安叫智能链 火币好像叫什么链来着 在他的链上跑了各种应用 其中包括去中心的应用 有去中心的钱包 有去中心的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就叫MDEX 按理说他是很有前途的 大家也认为他很有前途 所以他上火币很快的涨了五六倍 不到一个月 包括我们说的啊 所谓的三天一千倍啊 一万进去六百分出来 三天不到 也是在火币链上跑的一个新花样 他叫HBO啊 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一个空头的信息啊 叫HBB啊 HBB 他跟你宣传的时候 也是先跟你讲HBO的故事啊 是吧 他既然是商业新闻 肯定要对你有诱导性的成分啊 我错过了 你看火币多少倍了 那个到二十倍了 这个HBO是六百倍 我都错过了 我现在来一个啊 新的空头啊 我们对空头的态度的就是 因为空头就是白减嘛 不减白不减啊 但是你要明白他的来龙去脉啊 也不要抱着一定要这个上面翻身这种想法 千万要不得啊 所以我同时给那个群里面也发了一个警示的文章 告诉你的揭示风险啊 就我刚才跟你讲的啊 当天减半了 就是那个BAGS 好像是在火币链上去挖矿啊 你买了一个币 在我这个链上挖矿挖矿 还产生一个另外一个币啊 这个币你看这天天在涨啊 大家都去买买买挖挖挖挖挖挖挖着 这个价格也从一百块涨到七百多块钱 没想到他跌起来 一天就跌半了啊 这现象很多 尤其是在现在的市场过热的情况下 鸡毛飞上天 飞上天 它会落地的 落地永远比上天的速度更快啊 我们说价格上涨是爬楼梯 价格下跌是坐电梯 甚至是自由落体 人说诱惑很大 机会很多 风险更大 自己掂量着啊 要有一个愿赌服输的心态 把握着时间点 永远不要追高 不要负债 不要缩哈 空头原则上 就是我不花钱 去撸一把 撸着了就撸着 撸不着拉倒 前段时间孙宇诚那个空头 我们都去贴地址 现在一个毛都没收到呢 你只能把孙宇诚再骂一遍 能咋地 反正你也没花钱 但是有的空头 都是带着众筹或者带着什么的啊 哎 你看我空头给你给五个 这东西可值钱了 你再花点钱买一买 给你给点钱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 但凡你要花钱的 一定要 一慢二看三通过 不要幻想着他那三天 一万倍 你还同时想着他 当时就归零的可能都是有的 不要以为火币就不害你 我刚才跟你举的例子 都在火币上 这两天发生的事啊 害你没商量啊 你没招啊 你躲得起 你是惹不起的 视传有风险啊 切心切珍惜 把这句话送给各位 那么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啊 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 谢谢